大家好,我是Ad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有几棵植物 因为是有保湿 它们都有很好的效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边其实我有三种方法 四种 这边是一种 这边是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的 首先我是说这一类的 这四杯 这一类的装盆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水杯 下面放一点桃栗 放一点水的 这个杯子要刚刚好的 我套着它 这个密的 就变成有水汽上来的 因为它下面有洞的 这个买回来的杯子 它就是有这个水汽有湿润的 所以它们是永远会保湿的 你看这个叶子 生的都很挺立的 我这个是初夏 初夏的时候呢 都开始这样做了 这样子做着了 你看它今天呢 就有一个花芽了 这个花芽呢 已经长得很长了 所以它得到这个有效的保湿呢 它的生长会很好的 这个是新叶子 这个 这两片是新叶子 而且你看 它的叶子长得很厚很硬的 就是说它有得到保湿的 这一片叶子呢 是因为这个有花杆的 没有营养了 这个要弃除掉的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装盆呢 效果很好的 就是即使呢 你忘记浇水呢 它也不会干透的 所以有一个保障的 这个是一类的 这边呢 这边也是 这个是一类的 这边 这一颗也是 这一颗呢 我是在这个 玻璃瓶子下面呢 放一点水 那就这样子 刚刚好 这个套着它 你看这边 就有点水气的 所以它下面很 有点潮气的 所以呢 它是 很适应的 要湿度啊 那你看 这个也是长了一个新花芽的 但是这个呢 就是叶子有点烧伤了 就是我夏天的时候 放在那个阳光屋啊 阳光屋呢 其实我是 就是闪射光的 不是直晒的 夏天的光照呢 是很不可以直晒的 要 就是 要遮阴那个地方的 但是秋天呢 秋天的 秋天的阳光呢 是早上的时间呢 我是放在窗台的 所以呢 其实就是讲 为什么会打到花芽 也是一个就是讲 有一个大温差 还有呢 早上呢 我尽量给它晒多一点太阳的 秋天的太阳呢 是比较 比较 温和的 好 不是讲太太厉害的杀香力 好 那这个是这个保湿呢 这个也是保湿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跟大家推荐一下 好 另外呢 这边 这边有两类 呃 也是非常好的 那个保湿方法 呃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这种的保湿 这个保湿呢 就是我是用这个 呃 玻璃 玻璃杯哈 不透明 呃 不透 没有孔的啊 下面 那我这个呢 是 呃 陶力跟那个野康的混合 你看它的进展 都很好的 这边有一个新根 新立根 这边还有一个新花梗哦 啊 啊 现在有一个新花梗 很长啊 这个 啊 这个是迷你蝴蝶兰的 啊 这个是 我是拿来这样子遮着的 那个 不要生那个 生那个 呃 苔蟹 遮光的 这个 那我觉得呢 就是 这个 这个也是很保湿的 所以它的效果呢 会很好的 很容易打花牙的 而且呢 你得到适当的阳光照呢 还有呃 温度啊 它们就可以很快打花牙的 呃 温差 温差很主要 好 那呃 那这个是第二 那这个是第二种方法哈 好 现在看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呢 是这个 这一个呢 我是放了一个套盆 下面放一点水 啊 上面放一点水 不要碰到它这个底部啊 我们只是有一点距离的 就是讲给它 这个有一点 潮湿的 潮气这样子上来的 好 这颗花呢 你看它 它这样子做之后呢 长了一片新叶子 所以呢 它是有需要很 很湿润的 兰花呢 都是很喜欢 湿润的嘛 好 那我就这样子做 这个 第三种方法哈 那就是 也是会很潮气的 好 也是要刚刚好密封的 这个位置 它怎么就能够得到 这个水蒸气上来 好 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 那我们再加一个这个 这个 套盆啊 就是 套盆呢 买回来的时候呢 就这个套盆嘛 就这样子刚刚好呢 就可以 不会讲 东倒西挖 这个因为浇盆 比较轻的 那我们 因为个套盆 也可以遮作这个光照的 不会生那个苔藓的 好 呃 这颗也是 这颗进长很好 就是这样子做 好 你看它的叶子多少多 好 而且呢 是得到适当的保湿呢 它们生长很好的 你看这颗 这颗 它的有那个根啊 都往下走 有点往下走 所以呢 它会往那个水 水里面走的 所以呢 这个是长期保湿呢 它们是 呃 这个 这个叶子啊 会长得多 长得好的 好 很挺立的 这些叶子 好 那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是保湿的方法 好 这个是第三种 好 这个一类的 好 这一片叶子 也是新长出来的 好 那好 呃 第四种方法呢 第四种方法 我就是推荐这个 好 这个呢 这个是刚刚长出来的 一片新叶子 这边还有一个新叶子 要长出来了 那这个呢 我是在底杯呢 呃 放了一个 这个 泡盆啊 放了一个这个 呃 叫擦花的那个泥啊 好 做底的 好 放一点水 它就会吸一点水上来 那我们就做着这个 买回来的这个盆子啊 就这样子 好 做着它 它就也是能够得到保湿的嘛 它下面那个根 你看很清绿的 全部能够得到保湿的 所以就是不会讲 呃 不会干了 不会讲 呃 你忘记 或者忘记浇水啊 就不会干了 那我们是在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这个面这边喷水就够了 喷一喷水 有太阳的时候啊 我是建议有太阳的时候才来喷水的 那就我们要开窗户喷水的时候 啊 因为那个叶星啊 不可以太 呃 积水的 呃 其实呢 如果你喷到叶子有积水啊 你就开窗户 它就会有通风了嘛 会帮你吹干的嘛 啊 就是变成 这样子就呃 他们都会生长得很好的 呃 所以会打花梗也快的 啊 最主要呢 是他们喜欢这个保湿的 你要做做那个保湿的工作 给它 他们就能够有湿度 就能够生 有湿度 有温度 还有这个呃 这个阳光的配合 啊 他们就可以很容易 就是打到花芽 还有呃 就是生长得会很好的 也 另外一个方法呢 是我 之前买回来呢 这颗花啊 这颗花呢 是传统的 不是讲保湿的方法啊 它是传统的方法装藤的哈 但是呢 它埋的那个质量很高啊 我就拨走了 拨开它一点 就这边变成通风了 所以你买回来那个质量 如果买的太高了 尽量拨走它 好 拨掉一点 给它 就是讲这边呢 进步这边通风啊 啊 不会积水 只把那个进步 等一下烂掉啊 浇水的时候 那 这颗花呢 呃 其实是买没多久的 现在都打了一个花芽 好 这边花芽 这边还有一个 好 所以非常治好的 好 这边还有一个花芽 好 这边有一个新的花芽 好 其实打花芽呢 就是讲 春 夏天转春 转秋天的时候啊 那个有一个大温差 所以就是很容易打到花芽的 还有要给它们光照 如果有花芽呢 一定要放在这个光照好的位置 好 窗台的位置 那它们就那个花芽呢 会生长得快一点 好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